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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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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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百分之百 那不是百分之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呢 都是为了快栽实际 可能很多人会说 没有没有快栽怎么样 没有没有没有快栽你就很麻烦 因为 因为现在人太人太多了 四万四千多例 而且这个可能已经 已经有很多的黑树在里面 那几天前柯文哲就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三三天以后呢 台湾的确诊数呢就 就不准了 就是已经了超过了台湾的 台湾的这说这检测的能量 所以会有很多的黑树呢 就看不见了 好了不管是怎么样 四万多 那已经是 现在是上海的十倍量以上 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因为这种好像也也不是要 要拿来说说说嘴 但是当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啊 台湾的这种的舆论的环境啊 一种一种非常廉价的意识形态呢 当基底的这种的这种的对于大陆的防疫 对上海的这种的疫情的嘲弄幸灾乐乐祸 最可怕的是那种幸灾乐祸 就是看到大陆不好的时候 我的那种的那种的兴奋感 在主持人在来宾啊 那更不要说在留言区里面 那种的兴奋感 就是就是巴巴不得 就是就是在旁边看着 就是不怕事大 呃巴巴不得呢 上海的事儿呢 更大一点 或者大当不见只有上海了 大陆其他其他地方的 如果有有事儿的时候呢 在台湾的这种的媒体 深绿的媒体 你们就不知道哪儿养出来的这种的恨意啊 会让自己的搞搞不清楚 就说你的正政治立场 跟你的跟你的人性秉持 其实是可以是可以做一些的区隔的 那嗯 当上个月呢 当上海的上海的防疫呢 一直要要清零要关门了 但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关关起来了 我刚讲就是说到昨天为止呢 还有三百多例的这本上海的本土的确诊 好的从上个月的四月二十号 上海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想要清零清清清清到现在为止呢 还没有还没有清干净 顶多呢就说社会面的清零呢 可能初步的达达成 好那那种的那种的嘲弄幸灾乐祸 包括像是像是郑州水水灾 我看到台湾的媒体的时候 后我我我我坦白讲我自己是汉颜的 就就就是就是那种的那种的幸灾乐祸的那种的心耳 拿拿哪里来的 就你怎么会做得出这样子的一种的一种的一种的评论 跟讨论事情的调子 那那种当讨论到大大陆的这种的灾难 或者说大陆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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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面的讯息的时候 那种脸脸上带着笑意的感觉啊 太可怕了 好但是上个月的上海 那那这个月的这个月的台湾呢 当然上海跟跟台湾不一样地方 就是说上海上海之之所以会会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他毕竟是亚洲大城的全全球第三大地第四大的城城市 而且是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 同时的周围呢大上海地区周围还有还有还有这些昆昆山工工业区啊的等等 哇那个那个影响影响太太大了 就说商业也好 那那工业制造业啊高科技也好 那个影响太大了 那毕竟是指标两两千五百万的大范围的 就是说呢人口的防疫 那最重要是大陆的坚持要清零 因为坚持要清零的付的代价就很大 那像台湾现在呢就就方便多了 就是老子不管了 那现在告诉你就是说呢 需要呢需要居家隔离的呢 只有确诊者以及呢 以及密切同住的亲人 那需要的需要需要做做这个居家隔离如果确诊 那但是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同事确诊 班上的其他的同学确诊 不必你只要只要遵遵遵照一些一些规范就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呢那就由由由这个各个单位呢就自行斟酌 那三加三加四 呃就如果你你自己 他在告诉你说如果如果你发高烧 然后呢你又自己呢 这自己呢用快筛式试镜测了之后呢是两条线 两条线就中了 你看到两条线不要以为自己怀孕就中了 那该告诉你呢你大概百分之百 几乎呢可以说的你百分之百呢大概就阳性 当然呃几乎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个PCR阳阳性那那那那没什么 那不到百分之百 那就是就就就是阳性就确诊 那你当然就开始能进到了现在的政府的最松性的管制的三加四的这个标准的范范范围 那呃居家隔离者除了除了就说呢已经确诊者仍然会有电子为例的管制之外 但是呢其他的即使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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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呢呃同住的家人 呃即使你也在居隔 可是呢并没有所有的电子为例 那三天之后如果快筛阴性 那你还是你还是可以觉得只要能开始的进行了健康管理就好了 好不过你看到的中重症的比例呢在在提高这几天的时间呢每天的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有点有点有点紧张的一些的死亡的个案 呃 现在的四万多 我估计了这这两天的大概就就就就往上跳了以以现在的速度来来看大概就往上跳了 那虽然我们的我们的防疫指挥中心说呢大概会在会在会在五月二十几号的时候呢大概会来到呢高高峰期 还很说了就说现在 政府的防疫态度呢反正就就是放 呃但是放了之后呢会有什么影响第一个呢跟 跟产跟产业面跟服务业来讲大部分的大部分服务业同时已经就是已经被闷到闷闷到快 快闷死的这些这些旅游业可能会很欢迎你看到好航空业 跟一些的观光旅游上市上市的观光股 那最近的股价的表现呢都都不错这都是解封概念 都在等待解封的概念 那日本啊韩国啊都都开始呢准备准备呢对观光客的解封再开始做做第一阶段的准备了 那呃可能很多人会就是啊我只要能够的撑得过过去到今年暑假我如果还会呼吸的话那我大概就有出国的机会了 对你你可以你可以准备一下一下政府的态度呢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嗯除了除了就说可以让你的让你跟西方国家一样假的假装你就假假装就说的呃你你染疫了之后呢没事亲正呃你也可以假装你对于这个你看到的新闻之后呢都都都都会相信就说如果染疫了之后呢呃 呃大概大概这状况呢不严重可能甚至于呢没有症状对可能有很多是没有症状的不偏偏呢我我周围呃 有 有知道的 然后我有联络的 就是就是用line的问的这些的朋友们 他们都都告诉我说我实在很难过 实在很难过 那 发烧 咳嗽 几乎都没跑掉 好那因此你也不要已经掉以轻心尤其是小孩子小孩子当最好不要有症状了 但是现在婴幼儿呢 如果有有症状的经常伴随高烧 那四十度以上的高烧 医生跟你说呢 可能常见 那 那高烧怎么办呢你当紧张了小孩子高高烧父母亲最怕了 那赶快你要送医院但是你可能送医院的时候 可能不符合住院的规定 小孩也不能打疫苗 那大概呢 十十之八九呢 简单敷衍你之后呢叫你的带回去 那这个时候你会有三天左右的时间了 你会非常的紧张 因为孩子的高高烧可能会有三天 三天之后呢 那你看那个 那个发烧的频率 因为发发烧通常 比较少 一直一直烧 多半的他会有一个曲 曲线 那看到你要注意他的高高低点的变化 同时 除了注意高点看看就说呢 高烧的这个最高温度有没有慢慢的往下降 那 呃开开始发烧升温的频率呢 有没有与有没有拉拉长 那就是你比较明显的好转的迹象 不过呢那三天的时间的可能会非常的煎熬 那老人家更不要讲 那现在的 这波的疫情 收走的老人家的会很多 你看到的大概 大陆也一样 尤其台湾 也是全球的长寿区之一 香港也是一样大陆也是一样 那华人 华人去了现在的平均平均寿命的大概都在八 八十岁以上 那这波的收 收 收走的老人家最多的 大概平均的年龄的也都在八十几岁 好所以这这些 都 都是要 要 特别留意的部分 周围现在 因为很多人大概都可以感觉到政府的态度 除了 除了部分的因为要保险要起付了可能会 会在会 有症状的时候呢 觉得那赶快的先先确定 可是呢快筛是试剂 你什么时候会拿到呢 不知道 所以呢还是会的持续的排队当中的很惨 但是接下去这几天这个礼拜如果你手上没有快筛试剂的 你这个礼拜会比较辛苦 因为这礼拜会有雨 尤其如果到了星期四星期五之后 如果自灾性的降雨 那你手上的又没有快筛 你又需要快筛 你要去排队 那我告诉你那那你你难过了 你你恐怕得要的全副的装备出门 好那这些的都都是呢 这个礼拜你在生活当中来讲的 你该该做好的准备 哎呃 台子旗的这个就 还没有提供给大家来的台子旗的夜盘然后昨天上个星期我的夜盘是跌41点 16315点 成交量的18782口 那期货的那量能的其实其实夜盘都还不小 那刚开盘的 台台子旗 跌187点 换加说呢上个星期我的夜盘的跌 跌了跌了41点 但是现在 期货盘呢 开盘了之后跌187点我刚提到 因为 因为你看到 道琼的期货 在早上的开盘了之后呢 继续撒 我我我我没有看 看最新了 因为做节目 但是早上在 在8点钟节目开始之前说看的跌了将近300点 所以呢 台子旗呢还是继续撒 现在最新的点位刚好16169 那7128口的成交量 好 那所以 今天的台子旗呢会继续撒电子金融的都都一样 好 所以大家大家在在看在看看这个就说盘面的时候呢留意一下那雅股的日韩股市呢 现在也都开低 日经指数上星期五呢涨185点嘛 日经指数现在开盘了之后呢跌394点 跌1.46 两万六千六百零九点的位置跌394点 南韩中指数呢跌16点 跌百分之零点六四 两千六百二十七点的位置 所以呢雅股现在呢全数开开低 日韩 以及台股 台子旗下呢都开低 好那留意一下呢 留意一下呢这个盘中的盘中的变化 那 台湾的台湾的台湾的部分呢 好我们的我们的海外的观光观众朋友呢就就就包含一下今天所有的国国际新闻呢我就都都摆到了待会九点半的震惊了龙凤沛 因为台湾现在的疫情呢在大大爆发 那北北基陶呢从今天开始八大通路 那今天开始卖快赛季 那每人限购一季要不需要健保卡每一季大概一百八 那当你说你说的呃政府呢就说的实名制配售的那个人一季 在一盒是五季啊一季大概一百因为你付五百拿五季吗 但是你说如果我我就是排不到怎么办我没有时间排呢 今天开始的北北基陶的八大通路 那开始卖了快三世纪一季的大概一百八 那可以最少让你多花点钱了 那一季的贵个贵贵个八十块以上 那最早可以买得到 之前的大概一季的呃在在实名制之前我自己买的时候呢大概都在三百多 我我大概都单季在单季买大概都在三百多块钱 好那呃刚刚提到就是说台湾的现在如果说的才采取这种的准备要杀手不管的最最低度的限制的方式呢对于 对政治上会有什么影响 除了让民进党希望这波疫情赶快过去不影响他的选举之外 对两岸关系是有影响的 对两岸关系就是以后两岸的交流会变得更困难 因为台湾不不管大陆仍然清零你说两岸怎么交交流 对英雕标的光能 对英雕标的接触